健康無分年紀 健康不論貧富 健康資訊 守護大眾 精靈一點 健康未註場 3月19日星期一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港台電視31 以及香港電台第一台電視電台同步直播的精靈一點 由沈達元和方建宜主持 方建宜你好 你好我是沈達元 上兩個星期其實是再上兩個星期 中間隔了一集皮膚 我們就和香港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科學系合作的系列 第一集就講了青光眼的問題 接著就講了腎上腺病上眼的問題 其實這個會比較貼心一些 貼身一些 因為可能大家日常生活都會接觸到 今天我們的難度是慢慢提升 這個會比較前瞻 前瞻性的 今天的主題就講了 人工智能與深度學習在眼科上的應用 是不是很深呢 很深 我只看這個題目已經嚇一嚇 接著再看資料 其實都可以由淺入深 我想是深入淺出去講解一下 這個究竟是一個什麼話題 還有一會兒請來兩位專家跟我們講解 我相信他們非常能夠深入淺出地 將一些很前瞻性的醫療上的應用 告訴大家現在我們的狀況到底是怎樣 將來有些什麼對我們的眼科上的檢測 治療有些什麼可能是徹底性的改變 是的 有些可能大家都意想不到 將來電腦的功效都發揮得很強 是的 到時不知道會不會去到看不到醫生的 就看電腦 你也有病 可能會這樣 接著到兩點鐘的時候 就回到一台的直播室 衛生署健康資訊站 今天的主題就是講廢結核 即是廢老 是的 我最初看廢結核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想想香港應該沒有什麼 其實也沒有 我猜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就會比較多 在月子長片的年代 是的 有血啊 但現在是不是應該少了很多 因為3月24日 即是這個星期六 是的 就是這個世界的廢結核日 其實大家都應該關注這個議題 因為香港其實都仍然有 以及具有一個傳染性高的疾病 沒錯 對 到了兩點半鐘的時候 我們就關注另一個課題 就是世界提高自閉症意識日 在4月2日就是這個日子 嗯 自閉症應該近年都比較多人關心 但是這個提高自閉症意識日 它裡面都有一些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可以教大家去檢測一下 譬如我身邊的小孩 是不是真的有這方面的傾向呢 亦都可以從中提早診斷 提早提升和治癒 治癒方面可能有一個比較漫長的路 但起碼可以改善到 還有更加重要的是社會接納 你看到那小孩可能他的智商是很高的 是的 但是他的自閉症就會引生到 他一些行為上面 就跟我們不一樣 是的 於是社會的接納也相對地變得更加重要 一會兒就請來心理學家為我們講解 好了馬上開始我們中文大學 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系列 今天請來兩位嘉賓 分別就是香港中文大學 眼科及視覺科學系的助理教授 張艷雷博士 張博士你好 你好張博士 另外還有香港中文大學 眼科中心助理教授 陳培文醫生 陳醫生你好 陳醫生你好 這個真的要請教張博士先對 人工智能深度學習 要解釋一下是甚麼 好 其實如果大家看第一張圖片 人工智能 或者我們叫做人工智慧 簡稱AI 其實是泛指人類利用電腦 去模仿人類推理過程思考的一個模式 其實這個概念早在1950年代的時候已經有了 而我們最近幾年經常說深度學習 深度學習就是機器學習的一個分支 而機器學習就是人工智能一個很重要的分支 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 其實他們就是想模仿人類的學習能力 和判斷的能力 有主要的三個步驟 去怎樣叫電腦有這兩種的能力 就是透過訓練 透過建立模型 和預測這三個步驟 而下一張圖片 其實主要就是講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 最大的分別是甚麼 以前我們用機器學習的時候 其實就是需要有一個人工的幫助 將一些圖片或者一些資訊的特徵拿出來 需要大量的人手把這些資訊放進模型裡 來作出分類的幫助 而在深度學習的時候 我們就透過一個新的技術 叫做深度神經網絡 這個深度神經網絡 其實就是模擬人類大腦的一個運算模式 這個好處就是可以自己去學 以前在機器學習的時候 就要用人手的方法 將一些特徵拿出來 但是透過這個深度神經網絡 他就自己去學習 自己去找出這些特徵 建立模型 來幫我們作下一步的判斷 心機旁邊的聽眾 可能未必看到相關的圖片 不過可以請張博士詳細解釋 都可以透過語言 希望大家明白 不過我想請問 我們接觸AI其實都不是真的很多 雖然可能是一些低層次的 看見影 我們理解可能是AlphaGo 這樣才算 它是學習足棋的 之前是從來沒有接觸過的 透過自己學習學會足 這個是不是就是 你所說的深度學習的過程 是的 沒錯 AlphaGo就是其中一個 深度學習的一個應用 除了AlphaGo之外 平時我們網上媒體 瀏覽一些人念的辨識 都是用了深度學習的一種技術 甚至乎現在說的無人駕駛的車輛 都是用深度學習的技術 而在醫學方面 我們主要是集中在一些 醫學圖上的分析 例如我們眼科的時候 眼科裡面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趨勢 希望用深度學習 例如看糖尿相眼、青光眼 去幫助我們支援 篩查和診斷的眼睛的一些疾病 那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人工智能本身就是包含到 就是普通我們一般講的機器學習 然後從而再講深度學習 這個是人工智能的能力程度分野 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是 沒錯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 都是講眼方面的關係 請教一下陳醫生 譬如在眼方面 怎樣可以應用到人工智能 譬如我們在講視網膜 用視網膜做例子 是兩者之間的關聯是怎樣的 如果你說視網膜和青光眼 都包含了很多眼睛圖像 那方面的分析 譬如你看第三張圖 你會看到我們一般來講 青光眼 我們可能上一集都講過 就是說青光眼是一個 視神經的退化 它需要用一個功能的測試 以及一個結構上的測試 我們功能上的測試 就包括了現在這張圖 就是視野圖 你看到視野圖的報告 有很多數據的 但是同一時間 我們做檢查的時候 那個病人是需要做很多的運動 他要看著一個特定的一點點 然後看到一些檢測的燈 他要按鈕 所花的時間都相當長 是的 這麼多的聽眾不要緊 因為我自己都沒有試過做這個檢測 是的 要想像一下 是的 醫生說的時候 我都需要一點時間去理解一下 到底那個情況是怎樣 有一次我們去驗眼 也是一部機器 我們要看著 裡面有一些不同的圖像 我看到什麼圖像的時候 可能以前我們要舉手示意 是不是這樣 類似是這樣的事情 所以要用病人的合作性都很強 當然這個檢查還是有做的 但是我們再新一點的就是 上一集都有提過的 就是OCT 就是眼球眼睛的視神經的掃描 你看看第四張圖 你就會看到 我們平時看病人的眼睛 就是這個紅色的圖像 你看到神經線 還有一些血管 是從神經線這樣散出來的 這是眼底的影像 眼底的影像 當然眼科醫生是會看到的 但是再仔細一點 如果有數據分析來講 用了OCT的掃描 就會更加清楚 就會給我們一些數據 還有它會對比 一般人口裡面的 平時的數據 跟你有沒有偏差 你看到第五張圖 你會發現 這是一個OCT的報告 它上面會有很多數據 如果你說真的要分析它有沒有問題 都要相當有經驗 第一 它就是眼科醫生 第二 它看了很多千張圖 可能它就會告訴你 這個將來會不會有問題 就是要看很多千張圖才知道 是的 它也可以預測到有沒有問題 它也未必是預測到有沒有問題 不過它可能跟你講到 有些早期的缺損問題 那麼那麼早期的功能 就未必出現到有問題 我們看它第四 再下一張圖 你們就會留意到 我們有一個案例 嗯 那個 那個 頭那兩行 那個是一個OCT的掃描 那第三 是一個人 真的一個病人 是的 那是右眼睛 是的 它下面最最後的那行 就是那個功能 那個視野圖 你看到我們去2010年的時候 其實這個病人 他沒有什麼事幹 他就這樣回來看看眼睛 但是當時我就看到 咦 右邊可能有些問題 不如我們做多一點檢查吧 那就開始右眼 你看到可能有少少缺損 但是你又不是很肯定 是的 就是你看到它那個左下方那裡 有少少黃黃的 那它直至到2013年 才開始 中間它沒有覆診 但2013年 你開始看到那個 那個紅紅的顏色的地方 越來越大 那對比起那個功能 開始有少少黑點了 那麼去到2017年呢 它真的有一個地方 就不是那麼清楚 是 那變了呢 它本身這個素描呢 它可能有少少潛沾性的作用 我們會 在它的功能 它的結構有少少缺損的情況之下 就已經可能 預測到它可能有些問題 是 但是第一 就要一個很有經驗的醫生 去估計 是 它有沒有一個問題 是 那如果你說 將來 譬如說 人工智能 你讓它學習到很多東西 那麼它看了 十幾萬個數據 是 那麼它可能將來就會給到數據 告訴你 它有多少個百分比的機會率 它會變成一個青光眼 它幾年之內 可能會開始有問題 是 那麼這些呢 就算是一個很有經驗的醫生 都未必可以很實質地告訴你 他這個情況 這個部分 可能也需要再解釋多些 陳醫生 我想問 就是一般青光眼的患者 它是不是都需要做這個視野的檢測 如果你真的要肯定它是一個青光眼 其實都是需要用那個視野的檢測 去肯定它是否一個青光眼 但是當然 那個密度要做到多少呢 還有要多久做一次呢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難的決策 就是視野檢測的這個檢測 就會看到它某些地方看不到 是這個意思嗎 是的 於是從而你就知道 它是不是有視神經的退化 從而再判斷它是不是有青光眼的問題 是的 好了 那接下來就是 為什麼要用到那個OCT呢 那個OCT呢 我們要看看結構和功能的對比 就是那個功能 它可能那個地方是差了的 或者是因為其他病而那個位置差了 就未必是神經線 但是如果我們看到神經線 對比那個位置差了 那對比 原來是那個部分 它看不到那個視野圖那裡是有缺損的 那我們才知道它是否一個青光眼 所以整個檢測呢 可以是很複雜的 尤其是早期那些病友 你很難去察覺到它是不是真的一個青光眼 直到它真的開始有問題的時候 你可能才知道 即是你首先就會看到在那個視野圖上面 有些缺損 有些地方看不到 是 再要對比它在OCT上面 是不是真的那個視神經 那個相對的位置 是的 是出現一些缺損 是的 從而就再進一步可以確診得到 是這個意思嗎 那當然就是肉眼其實都看到的 肉眼都看到的 我們眼科醫生有時候都看到的 但是當然是要有相當程度的受損 你才會看到的 那OCT它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可能很多年前已經發覺到 開始有些問題 不過眼睛的神經線 它本身有相當的儲備 所以它可能有些地方有少受損 它可能其他地方都可以受損 所以它受損到某個程度 相當的嚴重性 它那個視野剛才反映出來 它開始有問題了 但是其實在剛才你提供的那個年輕的個案裡面 我都問了陳醫生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它最開始的時候 會去做一個青光眼的檢測 就是你和我的精神是不會去做的 就是好人好者不會去做一個檢測 是啊 它其實真的普通想檢查一下眼睛 剛剛好就是被眼科醫生看到 它可能有些問題 就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不如檢查多些東西 這個就是這麼巧巧 就是抓到它 如果你平時它沒有什麼事的時候 可能它未必來看你的 所以在這個案例上 我自己想想 因為人工智能現在是說得很厲害 但是其實都要很靠你們的經驗去看到 咦 它可能有小的問題 那你才會再去跟進 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就沒有了 它不會再來覆診 慢慢慢慢去到一個很惡化的階段 才會來的 我相信是相負相成的 因為其實你說青光眼是一個很嚴重的病 就是說有些人因為這樣而盲 都是有的 那經常都是爭論的話 就是說青光眼是不是需要做篩選 嗯 因為篩選其實很多方面的原因 為什麼做不到篩選呢 可能包括它的病其實不太多 或者它初頭檢測的方法 要察覺到很多次 需要成本很大才能做得到 那譬如說青光眼正正是一個例子 你要做很多次的檢查 你要做很多次的素描 才可能肯定它是一個早期的青光眼 那變相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人工智能去幫我們 就可能將這些成本就降低了 是 即是你這樣說篩選 就讓我套下去大腸癌西茶那裡 是的 即大腸癌西茶其實不是跟你照搶鏡的 它第一步純粹是驗大便隱脫 就是可能青光眼我直覺就在想 是不是應該會跟你做一個眼壓的篩選 從而再看看你會不會有機會有青光眼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 青光眼比較難的話題 因為眼壓就不一定是篩選到的 是其中一個的指標 因為有些人眼壓很高 但是沒事的 有些人眼壓正常都可以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譬如正正是這個例子 這個年輕女兒其實眼壓是不高的 嗯 但是它已經有一個青光眼 是 所以其實有時候也非常狡猾 即是說如果我們看長遠一點的話 可能我們去到一部類似這樣的視野檢查機 它都是要做這個檢查的 是 不過就不是再是醫生幫我們看這個報告了 而是有一個人工智能幫我們處理 我想人工智能又未必能做到所有的事情 即是起碼幫我們做一些篩選的動作 即是這一批人是簡單沒事的 那麼起碼先將他們放在一邊 就不用用那麼多資源去幫他們看了 我們集中資源去看另外一班 風險大很多的病人 那麼對整個社會來說 那個資源分配都可能有個幫助 那麼在人工智能上面呢 張博士 是不是都需要有很多很多的個案 電腦是認得 才可以做到那個相關的對比和學習的呢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 其實我們人工智能那裏 我們是需要大量的數據 才能夠可以去訓練一個準確的 一個機械的一個模型 那麼除了不單止大的數據 這些數據我們也要準確的一些 我們叫做類似 而能夠標示他屬於哪一種的病 那麼他的深度學習 才能夠去更加準確 去建立到一個比較準確的模型 意思是起碼知道 這些全部都是正常的 這些就開始有些問題 這些是屬於嚴重的青光眼 那麼他才開始知道那個對比 是的 他才自己可以學到 慢慢慢慢去學 這樣能夠分辨到 做出一個準確的分類 即是跟人的學習都是很接近的 其實我們正在模仿人類學習的過程 那個概念那裏都是一樣的 其實在說眼科之間的關係 除了說在譬如看青光眼 視網目之外 我知道眼和腦 你也有些研究到可以連接在一起 兩個東西好像不太拉架 雖然大家都在頭腦裏面 但是怎樣可以看出一些疾病的先例 其實我們的眼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們的眼是透過一個視神經 連接著我們的腦部 所以我們的眼 特別是我們眼睛後面的視網目 其實是我們中央神經系統的一個延伸 而我們的眼部的視網目 和腦部的血管 和神經的心理結構和特徵 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概念 來看眼能夠直接 或者間接反映腦部的神經 或者血管的一些損傷 特別是我們視網目 這個影像科技的發展 其實我們在說拍視網目 拍張相片是非常簡單 剛才陳醫生也有說過 那個OCT的素描 所以我們能夠很簡單 看到眼的血管和神經的時候 能夠反映腦部的情況 其實我們這裡也有一個例子 張博士 其實兩者的相關性是很大的 即是看到眼底的情況 和實際上腦部的狀況是相關性大的 我們之前中文大學的一些研究 其實我們都是找到一個直接的相關性 但怎樣可以進一步幫我們 即是說我們其實想做一個篩查的工具 這個可能我們要休息一會 一會回來再請教兩位 謝謝你們 我們先休息一會 在眼科上面應用 請來兩位嘉賓 分別就是香港中文大學 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的助理教授 張艷雷博士 張博士你好 另外還有就是香港中文大學 眼科中心的助理教授 陳佩麟醫生 陳醫生好 你好 張博士剛才在休息之前提到 就是眼底的視神經和血管 其實和腦部的相關性是非常大的 有些什麼應用是可以 因爲這個狀況而得出來的呢 剛才也有說過 就是我們的眼部和腦部 就是靠著視神經去連接著 而特別是現在我們視網膜的 影像的技術也很普遍也很先進 所以拍一張眼底照 看我們的血管和眼睛的神經 是非常之方便的 而我們之前做過一些研究 就找到視網膜技術的 我們拍的這些血管和神經 就和阿茲海蜜症有一個直接的關係性 我們希望可以用到這個研究 來幫助我們能夠早期 篩查一些阿茲海蜜症的患者 我也帶了兩個圖片過來 第一個的圖片就是 一個視網膜神經結構的厚度 是 怎樣看得到的呢 其實那兩者的關係 是不是看照片 有些端藝的應該是 口薄、血管 我們一般人保證是不懂得看的 不如唱一張《網時九界》 這個其實就是用了我們OCT 剛才陳醫生也說過那個技術 看視網膜神經的結構 左邊其實是一個正常的眼睛 右邊是一個阿茲海蜜症患者 我們看到中間其實有一些數字 它顯示了是綠色的 其實左邊正常綠色的數字 就是它的視神經結構 是在一個正常的範圍裡面 而我們右手邊 中間那部分 就在阿茲海蜜症患者 發現它的顏色顯示黃色和紅色 而黃色和紅色就是和正常的比較 是一個明顯的損傷 我們找到這個關係性 另外下一張 我們也用了第二種的 一個視網膜影像的技術 叫做超廣角視網膜影像 我們來看看眼睛的血管和它的退化 左邊一張就是一個正常的視網膜 而右邊那張就是阿茲海蜜症患者 特別在阿茲海蜜症患者 我們也找到一個退化的圖案 在眼底裡面 我們之前就是用了這些影像 來找到一個關係性 而這個阿茲海蜜症 其實就是這個認知障礙症的一個主要成因 特別剛才我們也有說過人口老化這個問題 我們相信 因為人口老化 會越來越多患者有這個認知障礙症 而一些研究顯示 我們要早期找到這些阿茲海蜜症患者 我們才能夠做到一個治療 就是說要越早我們才能治療 如果太遲發現的時候 我們就無法治療這個阿茲海蜜症患者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用到這些影像 視網膜的影像 能夠幫我們篩查到一些早期的阿茲海蜜症患者 讓他們可以快一點去看醫生 做出一個治療 但是看這個圖片 我們看到很多顏色 心機的朋友未必這麼清楚 但是有沒有綜合到一些東西 例如眼底的口薄 或者血管的走向那些 有沒有一些概括的方法去看到的呢 我們知道之前在一些研究 我們找到例如視神經會變薄 血管會變曲 還有剛才有一個退化的圖案 但是我們其實也需要一些專門的知識 才能夠分析到這些圖像 所以剛才早期 剛剛上半部分 有講過那個人工智能 我們希望能夠研發一個人工智能 幫助我們圖像分析的一個模型 如果我們在下一張圖可以看到 希望透過這個人工智能 幫助我們分析這些數據 能夠可以幫我們篩查到 哪些人是屬於高風險 哪些人屬於中風險 哪些人屬於低風險 那麼高風險的患者 透過一個簡單的 就是一個視網膜的檢查 以及一個人工智能的分析 我們知道這班是屬於高風險 那麼我們就會轉介他們 可能去看腦內科的醫生 需要再作出一些跟進 例如評估一個認知能力 以及去做一個正電子腦素描等等 其實這個在我們日常生活應用 是不是其實都挺遙遠的呢 我想問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第一就是資源的問題 第二就是我有時候都會想 我們經常聽《霍幻小說》裡面提到 每個人的視網膜的眼底 都是很獨立的 很獨一無二 會不會這個也是有很大的影響 對於譬如我看到很多不同的眼底 然後就是由於他們自己本身的不同 你變成綜合起來 你又會很難去判斷 到底誰有問題誰沒有 特別如果那種分野是非常微小的時候 這個也是會比較困難 但是所以我們就需要更加大量的數據 來幫助我們了解究竟它在眼裡的一些 因為這個瓦斯海蜜症影響 它眼的神經和血管的變化 我們需要多些大量的數據去做出分析 不過雖然好像很遙遠 但是我們中文大學其實都很努力 去做這個研究 現在我們其實都邀請一些參加我們這個研究的人 我們就搜集一些不同的數據 所以我們希望在兩年之內可以研發一個人工智能的一個技術 去幫助我們做一些早期的篩查 都是很靠那個 是的 資料庫也要很靠這個累積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做到 正在努力 努力當中 也要請教陳醫生 因為如果這樣聽下去就好像很方便 拍一張眼底的圖片又誤入侵性 也應該很快 但是如果現在的技術是怎樣的 如果診斷這個亞二四可默症的話 是不是都比較複雜的 我猜應該沒有那麼簡單 就是用眼底的OCT去診斷 其實我想未至於說到診斷 因為正如我們剛才也說 那個偏離就是每個數據都不一樣 每個人的眼睛都不一樣 口薄程度都不一樣 這個人可能薄一些 那個人可能厚一些 那不代表他一定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是需要更加多的數據 去找回那個關係性 然後可能將來希望發展到 可以變成我們一個篩選 或者是一個檢測的其中一個檢測 這個我們說的眼睛是靈魂之槍 就是這樣說 就是另一重延伸的意義 就是不只是我們看到眼睛 靈魂之槍好像很明顯 不是看東西那麼簡單 是一個延伸的意義 就是跟你的腦或者你的靈魂 有很直接的聯繫 但是用觀察眼底的方法 除了剛才提到的一些腦的疾病 還有其他疾病都可以直接觀察 而他現在實際正在應用 是的 我們如果看糖尿病 眼底水腫或者黃斑點的退化 這個用得比較多 我們如果看糖尿病的圖 你會發現我們平時眼科醫生看的那個圖 就是現在這個眼底圖的情況 是 有兩個紅色圈的 是 中間有個點 那個點是黃斑區 是嗎 是的 沒錯 左眼那隻眼是正常的 是 神經線 然後深深地紅那個 就是黃斑點最中心的區 你會看到右邊那張圖 這個已經是有些積水 有些積聚的物質在 這個其中一個有可能性 就是糖尿病上眼 你會看到其實很多血 很多積聚物 那些是一些蛋白質來的 因為那個血管有滲流的情況 如果我們再厲害一些 用OCT的方法 你會看到那個素描 他看到的東西是 多很多 我們下一張圖 你會看到有三個不同的層次 是 第一張就是正常的 這個是正常的 你看到中間 中間那個位置 就凹了進去 是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正常的眼睛 去到第二張 你看的那張圖 都很正常的 唯獨是 那個深色那一點 旁邊有一點點白白的 是 看得不清楚的 是 尤其是你不只是拍照 很多時候你跟病人 看的時候 他又辛苦動來動去 你未必看得很清楚 嗯 但是你看那個素描 你看到已經有些突起上來的現象 這個已經是黃斑點水準 是 那再厲害一些 下面那個 所有人都懂得看 就是很明顯不正常 但也都 不是說 只是 OCT 給我們看得到 這麼簡單 他可以提供到數據 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這個人接受治療 接受完治療 譬如打針藥 他之後那個眼底水中的情況 會不會減退呢 就不同 我們平時觀察 哦 打完針 病人覺得好些 那就算了 我們正有數據 可以讓醫生 或者病人知道 今次我做這個治療 是不是有效 是不是應該要繼續 這樣 那 就是這些 你看到那個OCT 其實現在都很厲害 我們在說 黃斑 我們在說這個視網膜 應該有十層 那這裡都掃了很多層出來 其實 所以他那個精準度 都已經是很成功 是 但是我們有時候 聽唐尿科醫生說 就說眼底的血管 是唯一一個 是身體上面的血管 是直接可以透過肉眼去觀察得到 是 但是看到這個血管的狀況 跟我們去判斷 他是不是一個糖尿病 或者糖尿病上眼 透過AI跟人去看 有什麼分別的呢 現在呢 都是需要我們去令AI去學習 那個 所以現在你說的分別 是不是很大 就未必的 但是 我們會不會用AI 來幫我們做一些早期篩選 譬如說 剛才那個例子 你可能需要一個眼科醫生 花一個整個下午的時間 看好幾個病人 慢慢去分析 那可能才發現 可能有些問題 但是如果你說 我要做一個社區性的篩選 說的是上萬個人 就算我拍了一些很漂亮的圖 那個醫生都要慢慢去揭發 那些資料 花的時間就會很多 所以我們的願景就是希望 將來如果有人工智能可以幫到我們 去減輕這方面的工作量 從而可以將有效的資源 去分佈給一些有需要的病人 即是可以篩走一些 其實都很健康的 很健康的 那些 除了糖尿上眼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一些 即是眼的疾病 也有很多 譬如黃斑點區的病 其實很多 我們經常聽老人黃斑病變 老人黃斑病變 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 治療都有些分別 另外就是說那些血管有沒有閉塞 有時候閉塞了 那也可以 你看到剛才那張糖尿病的圖 那樣子都差不多 所以 都是有些技巧的 如果你說做分析的話 但它濕性、乾性的黃斑病變 它能不能夠分辨得到 分辨得到 分辨得到 就是乾性你會見到 積水情況是差不多沒有 低一點的 或者你看到有某些退化 是顯示出來的 那當然就這樣看 可能也看到 但是你說濕性 它就真的出了水 流了血 這樣積在那裡 變成影響了看東西的方面 就是變成病人 第一看東西蒙 還有它中央的視力受影響 看到有些東西是軟軟軟軟的 還有這些情況 其實 尤其是眼底積水 任何病都是 就是盡早治療 就會好些 所以我剛剛講 關於篩選方面的問題 遠景性 比如我剛才提到年輕的女生 有青光眼的問題 一開始看到有些懷疑 我有沒有辦法 可以令到我不會暴進七年之後 真的發生青光眼的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多點覆塵 是的 第一件事就多點覆塵 我起碼肯定了 你是不是有問題 是的 然後起碼我就知道 我知道滴藥水是有效的 青光眼藥水 我將它的眼壓 雖然它的眼壓不高 但是我減低了眼壓 有證據顯示 是會慢一點的 那你說 是不是可以完全停止它 讓它不要再插下去呢 就不一定 但是起碼我減慢的速度 功能上其實它沒有問題 就算是剛才那張圖 去到最後 近來 它一七年做的 它其實不太覺得 因為它另一隻眼可以幫到手 所以一般來說 它如果不是開飛機 不是做一些很精細的事情 基本上 它其實生活上是可能沒有問題的 但是它現在二十多歲 我怕四十年之後的事情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希望的願景就是 盡早可以抓到這一群人 然後起碼 就算治療有沒有效也好 通常都有效 我們希望可以盡早 讓它們有危機感 或者密一點回來覆診 我們起碼知道它們的進展是怎樣 其實治療是延緩的性質居多 也未必可以治癒 治癒是否 治癒就是神經線壞了就壞了 是 即是不能逆轉 不能回頭 但是如果你可以保持它 不要再插下去 其實已經很好了 即它的功能是沒有問題的 可能 可能多熬四十年 四十年之後又是另一個世界 是 又是 那個AAI 不過我們有個冯太 就打電話上來 想請教陳醫生 他說幾年前去過眼科醫院 可能因為白內障的問題 醫生就懷疑 曾經懷疑他有青光眼 也做過很多視野的檢測 最終就說他沒有青光眼 不過白內障 兩者有沒有關聯呢 白內障有些是會影響到青光眼的 譬如有些所謂的前方角 比較窄的病人 就好像之前有些窄疊疊疊疊疊病 那那些就會令到眼壓上升 然後引致青光眼 你說大部份來說 其實青光眼和白內障 就未必有很大關聯 但是你說會不會白內障 在樹上影響它的檢測呢 可能又有個機會 即譬如說它要做視野圖 它也要看得清楚 如果你說它本身有些阻擋, 令到它的視野壓得不太好, 那個表現不太好, 這個是其中一個影響, 另外一個影響就是說, 如果它之前被人懷疑青光眼做視野檢測, 視野檢測其實我之前也說過, 是比較難去做的, 都要學習一段時間才做到, 變成可能它早期做的時候有很多黑點, 因為它不懂得按, 但是練習練習就像跳高運動員一樣, 越跳越高, 起碼它自己的潛能真的發揮出來, 我們真真正正知道它其實是看到多少東西, 可能學習到某個程度才發現原來你沒事的, 當然也有其他的檢測, 所以要看回它的個案, 才知道它本身是否真的有一個青光, 不知道是否將來可以透過AI, 是不用找人按的了, 希望, 但這個都比較遠了, 明白, 今天謝謝兩位, 分別就是香港中文大學, 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的助理教授張艷雷博士, 也很感謝陳培文醫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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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稍後我們就會回到一台直播室, 繼續有衛生主健康資訊站, 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會說肺腦病, 肺腦其實我們是肺腿病, 肺腿病好了, 稍後我們回到一台直播室,再見, 天天為生活奔波勞碌, 容易忽略自己的健康, 不如每天花幾分鐘來聽聽健康資訊, 一起健康速度, 好, 南球就是一個團隊的運動, 是一個五對五的運動, 不可能一個全打, 所以當中就有全球這件事, 今天我們請來講到教練趙Sir, 來教我們一些全球的技巧, Hello,趙Sir, Marco,你好, 對了, 我們南球是一個團隊運動, 不可能我自己一個入一個出這樣打, 全球有什麼特別的技巧呢? 全球主要都是用前臂、手指去發力, 但是很多初學者都會在全球的過程中刀魚蛋,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手指是向前, 而不是向天, 如果我們避免去刀魚蛋這個情況, 那麼我們的手指盡量都是向天, 那麼第二件事就是初學者很怕吃波餅, 那麼原因也是因為它沒有形成一個, 有些人會叫三角形, 有些人會好像當教, 接著好像月亮那樣的形狀, 那麼那個接波的大小, 可能那個螢波的動作的空間太大, 或者太小,都會形成了它摺不穩, 然後就吃波餅 那你剛才說了一些摺球的技巧, 有沒有一些傳球時的技巧? 是不是一開始就好像NBA球星一樣, 一個花式傳球, 亂來扔來扔去呢? 對於初學者, 我們通常都是會用雙手去傳球, 而雙手有三種方法, 一個叫頭頂傳球, 一個叫空前傳球, 還有一個叫彈地傳球, 普遍都由這三個最基礎的傳球開始, 是, 可否跟我們逐個逐個解釋一下, 有些甚麼技巧呢? 如果頭頂傳球, 固然之, 將球儘量放在頭頂上高, 有些少許好像足球員, 掉戒外球這樣的情況去比球, 而空前傳球, 就將球放在胸口對出這個位置, 向前去比, 彈地傳球都是放在空前, 不過這次就會傳到地上, 對最初學的, 其實彈地傳球對他們是沒有那麼害怕的, 因為不會很高速地向他們的球傳過去, 而受傷。 傳球和接球的技巧, 你都教了我們, 相信大家都學多了東西, 今天我們謝謝趙Sir教我們傳播和接球的技巧。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 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 請繼續收聽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都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放。 Covia 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